我認為很多時候我們要回到藝術的本身 或音樂的本身 那這個製作它沒有很華麗的布景 當然有很艱難的那個 將近8公尺 7米半 8公尺高的聖誕樹 它本身就很困難 在製作上很困難 在舞台上跟大家一起的演出也很困難 因為布滿我們那個紙片雪花的景的時候 每一個人走在上面 就像走在雪地裡面很華 演員們他們平常就要穿演出要使用的鞋子 要不然在舞台上四角朝天是很容易的 還有另外就是當我們舞台的景片很少的時候 對於每個演出者 他的能量釋放是更挑戰 因為你沒有布景可以躲 你沒有道具可以躲在道具後面 你必須要把你的演技跟你的音樂完全要投射出來 那很多時候我們都說歌劇的布景很特別 因為歌劇的布景是要幫助 有點像那個反響板一樣 要幫助歌者的聲音從你背後的反響板直接打到那個觀眾席裡面 這次沒有反響板 我們把整個那個幕都拉開 你看到的就是歌劇舞台最後方的那個牆 所以你如何把你的聲音能夠放到劇場裡面 那我相信對歌手對我們第一次很多第一次上舞台的 上歌劇舞台的NTT歌劇合唱團來說 都是很艱難的挑戰 最後一個一出紙環的時候我就開始在思考 歌劇院之所以以為歌劇院就是必須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音樂劇場或是音樂劇場或是歌劇或是戲曲 讓歌劇院的這個名字更符實 所以如何讓歌劇院能夠符實 那因為我們三管一團有國家教養樂團 那我們所欠缺的是合唱團 那歌劇裡面的合唱團不是一般的合唱團 它必須真的每一個一般的合唱團就是 你唱歌你不能跑出來 你要大家有一個和諧 可是歌劇合唱團每一個人要有自己的角色 要有自己的音色跟個性 你如何突顯自己的個性 又能夠在這個整體性的演出裡面是一個完整 他們經過了這樣子三四個月來的訓練 我相信他們會表現得很特別 因為說實話台灣還沒有一個合唱團專門唱歌劇 但是我希望打75到80分 讓他們有不斷的進步的空間 對NTT歌劇合唱團的期待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持續不斷的利用各種演出 來增加他們的音牌上的實力 就可以做出色彩的人 靠北端有名的台詞 然後就去買附欣 특별 你們要不同的歌獅 大家可以親自的科技 這些音牌 你自己的音樂